我们在加拿大享受很多的服务和福利 是通过税收来支付的 我们交的税款同时也通过福利和补贴 帮助由需要的学生 低收入家庭 新移民 长者 以及残疾人士 你知不知道就算你刚刚到加拿大 和没有收入 你也有可能合资格领取福利金和税务补贴呢? 你可能合资格的有 Canada Child Benefit Goods and Services Harmonized Sales Tax GST HST Credit 和其他相关的Poenso and Territorial Programs Canada Child Benefit 是每个月免税的福利 可以帮助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 分担他们的开支 Goods and Services Harmonized Sales Tax GST HST Credit 是每一季免税的宝座 可以帮助低收入 同中等收入的人士和家庭 抵小他们全部 或者部分给了的GST 或HST 各省份和地区 也都有一些 你可能有资格领取的福利和补贴 你无需分开申请相关的地区计划 当你申请Canada Child Benefit的时候 Canada Revenue Agency 会根据你之前报税的资料 去确认你的资格 而在申请福利和补贴之前 你需要申请一个公卡号码 要继续收取福利和补贴 即使你无收入 又或者只是在加拿大住了部分时间 你都需要每年报税 如果你又配偶或者同居伴侣 他们也需要每年报税 你才可以继续收到福利和补贴 如果你需要帮忙填写报税表 你可以委托其他人 例如家庭成员 朋友或者会计师 为你处理Canada Revenue Agency的事务 你也可能合资格 由税务诊所的义工 免费为你代填报税表 这些都是Canada Revenue Agency 其中一些帮助加拿大新移民的方法 请楼栏canada.ca slash new dash to dash canada 或致电1800387 1193 了解更多的详情 还有提提你要学会 怎样保护自己免受诈骗 如果你接到电话 短讯或者电子邮件 听起来像是骗局 那那些可能真的是变局来的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请指点Canada Revenue Agency 想知更多有关的资讯 请楼栏canada.ca slash texas dash fort dash preven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